各位觀眾朋友好 今天我講的就是一個人的大姓好跟不好 對一個人的身體面向事業都有影響 假設這個名字它的大姓楊鞭跟音鞭來別 楊鞭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不講音鞭 我們講楊鞭有問題的話 第一個破相對不對 第二個 如果有白髮 不可以染髮 可是有個破解方法就是戴眼鏡 這是我經常提到的 眼鏡一戴啊 破相的機會就少多了 就越來越少就沒有了 那白髮呢 如果年紀到了你要講染頭髮的話 因為你戴的眼鏡可以染髮 可以不需要那麼 有些尤其是女孩子 如果白髮髮長髮 感覺是長老對不對 所以戴眼鏡的好處就可以讓你所有的不好的東西 因為戴眼鏡本身就是一種破相的代表詞了 所以讓你心自破了 所以你可以戴眼鏡的話 你的以後戴假髮都不是問題 這就是在陽邊 陰邊不好是代表老神經衰弱 跟破相倒是沒什麼關係 OK 我就先想到這裡 OK 我就先想到這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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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